在往的印度网友提纳称 印度高铁技术已经超越了中国 并欢迎大家来印度乘坐高铁 之后美国网友前往印度 体验印度的首辆高铁 想要对比中国高铁到底怎么样 通过体验并说出了印度高铁的两个优点 其中一个优点是我国高铁没有的 那么印度的高铁 到底哪方面能超过中国高铁 印度建造高铁的背后 又会出现什么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点赞三秒我们接着往下看 前段时间一枚传来一条不可思议的消息 那就是印度竟然修建了自己的高铁 并且质量国产高铁 是印度秩序资9.7亿卢比打造的 折合人民币要8000多万元 它的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60公里 整条线一共运行9个小时45分钟 票价人民币需要近150 商务座价格翻倍 全车拥有16节车厢 并且装有空调 还安置了两节商务座 甚至全车实现了自动化车门 娱乐系统和无线网 搭配生物和降解的真空马桶 不同灯光满足不同风格的乘客需求 不过印度首辆高铁致敬印度号从事运行以来 不仅遭受了各国网友的吐槽 还面临着各种问题的困扰 但依然是全印度人的骄傲 就在2月15号致敬印度号 刚举行通车手绣之后 在次日凌晨高铁出现了故障 官方怀疑是遭到了牛群的袭击 在印度因为宗教的原因 牛被视为神圣的动物 特别是在莫迪的印度人民党上台之后 一度打击对牛的屠杀 这才导致印度大街的牛和流浪狗一样多 像这样牛闯入路轨 影响行车的事故屡见不鲜 在17日首次开通商业运行的时候 因为遇到大雾晚点了一个半小时 当天返程的时候 又晚点了近两个小时 接着在20日的早上 高铁玻璃窗又被飞来的狮子砸碎 根据印度媒体报道 20日下午再次遭受了两次相撞事故 在晚上8点左右的时候 列车撞到了横川轨道的两头牛 除此之外还曾撞到了一辆横川铁路的摩托车 并把这辆摩托车撞得稀碎 两次撞击的列车车头已经严重变形 庆幸的是在工作人员的检查下 列车并没有任何不能运行的事故 在恢复行程的期间 致敬印度号停车检查了两次 使列车到达目的地 整整延迟了一个半小时 又知道那时莫迪刚风风光光地举办了通车仪式 自己亲自举着小旗宣布的列车起用 并亲自进入了驾驶室 替全印度人民体验了代表印度最高公益水平的新车 更何况前不久莫迪还宣称 要打造世界一流的高铁 不过出现这些打脸的事故 依然不影响印度人民的高度自豪感 印度铁路部门负责人还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印度首例国产高速列车 在轨道上驰骋的视频 并非常自豪地配闻这是一只鸟 这是一架飞机 闪电般的速度 难不成这就是所谓的一期绝尘吗 在网友找到原视频之后 怀疑列车经过的整个过程 在以二倍的速度播放 后来被印度媒体证实 视频确实是经过后期处理 对印度来说打造属于自己国家的高铁 那可是一个不小的场面 了解印度的人都知道 和之前挂满人的火车相比 这就算是完成了一个世界工程 近日一位美国小伙听闻印度高铁这么出名 就想前来体验一番 不出意外的美国小伙 一路都在不断地吐槽 但在吐槽同时也发现了两个优点 在他走到德里火车站的时候 他的第一反应是一头雾水 因为没有一个工作人员服务 甚至也没有路标指示牌 车站内没有足够的休息座椅 乘客就这样躺在地上休息 让美国小伙不知所措 坐过中国高铁的人都会知道 国内的高铁环境 比这实在好太多了 更是有外国网友吐槽 印度的高铁站是火车站 中国的高铁站是飞机场 对于没有指示牌和工作人员这一情况 在中国更是不存在的 而中国的高铁站每一处目光所及的地方 都至少是中英文双语标注的指示牌 即使在空旷的广场上 你也能很快找到坐车的地方 即使找不到坐车的地方 求助工作人员也能第一时间来帮助你 不像在印度走进高铁站时 让人像一个无头苍蝇到处找路 不仅如此 在速度上印度的高铁也是一言难尽 工作人员表示这段800公里的路 要坐至少8个小时 特殊情况 这段路最低时速在20千米 而在中国同样时长的路只需要3个小时 不过如果路上遇到神牛 还必须要优先给他们让路 这样印度的高铁卖点也是您理解的 但美国小伙不买账 他表示自己走路都比这速度快 和中国的高铁完全不是一个等级 根据印美报道 这辆列车本身的速度是要达到时速160公里的 但在正式运行的过程中只有66千米每小时 这看起来还没有我国的零头多 目前我国高铁的最高时速在486公里 普通的列车也要有120公里每小时 根本不会发生像行人误闯 动物误闯的情况 在此看来 他们的车连一头牛都撞不过 到底是神牛的威力太大了 还是车太娇气了 不过这辆耗费18个月 9.7亿卢比打造的高速列车 那是不仅装在了高档的座椅 还在每个座位上配备了可以充电的插座 同时还有能跟随天气调节温度的温控设备 可见印度为了能和我国比高铁 也是下了大雪稳了 但通过行驶的状态上就能看出 这辆高铁的启动和运行都非常不平稳 乘坐感受几乎和我国90年代 绿皮火车差不了多少 在中国高铁很smooth 但是这个一直走一直走 跟你坐火车差不多一样 在我国的高铁上 曾有人测试过平稳度 能轻松地将一只笔立起来 但在印度高铁上想要放一杯水都是个难题 虽然这样的对比有些残忍 但更让美国小伙气愤的是 这辆声称有无线网的商务座 结果没有无线网 甚至连手机信号都没有 他们说他们的高铁有WiFi 他怎么现在没有WiFi 还有更大的问题是也没有信号 美国小哥忍不住采访了 也是第一次坐这个高铁的印度人 他们认为这是印度人的骄傲 但想要达到欧洲国家的水平 还需要很长的路 不过想要达到中国的那种程度 还需要至少30年 在美国小伙体验的最后 发现印度高铁也不是一无是处 他感觉商务座的优点就是宽敞 并且在印度高铁上的饭菜是免费的 虽然这些食物不太符合外国人的口味 但是种类非常丰富 重点是免费 还要比印度路边摊 要卫生干净很多 总的来说 就是服务还挺到位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科技不够服务来做吧 不过有网友表示 地域300千米每小时的高铁 也好意思称之为高铁吗 在中国 到哪里都有高铁可以坐 但在印度 这是唯一一辆高铁 虽然之后也量产了30辆 但跟我国的高铁发展相差不是一点半点 印度高铁的发展这么缓慢 其实与国家的体系有关 想要好好发展 还要面对政党的阻挠 一位英国铁路专家曾表示 印度高铁和中国高铁相比 在速度上根本就比不过 在其他基础设施上更是参差不齐 不说印度高铁的技术厉不厉害 它们在安全上更是一个笑话 据了解 在2016年就有100多人在脱轨中丧生 每年因为印度脱轨死亡的人数 就已经超过了万人 更是有连着两个月发生了两次脱轨事故 并且列车在运行时 还要时时刻刻面对突入袭来的神牛 一不小心和牛碰撞 就会直接导致列车出现事故 根据印度斯坦时报3月18日的报道 印度北部的一辆列车撞伤一头牛之后 因为引擎故障和刹车失灵 一路逆行了近35公里 如果不是印度列车少 可能就会发生列车相撞这样的事故悲剧了 庆幸的是除了逆行导致乘客发生混乱 最终乘客全部乘坐当地公交车抵达了目的地 而在中国为了安全 列车在研发的过程中会测试高铁的安全性 也就是让两辆列车对撞 并且在对撞后的列车头并不会达到损坏的程度 而印度的高铁就不一样了 撞到一头牛 车头就直接产生非常严重的凹陷 印度网友还想让各国友人前往印度体验高铁 多多少少有些不自量力了 希望印度的网友认清现实 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想要追上中国高铁 还要先超过美国再说吧 不过印度研制出国产高铁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看得出印度近几年正在快速发展 我们也不用轻视 对于印度高铁 你还有什么更深刻的见解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